覺得韓國到處都是情侶 其中一方去休學 然後去避開大家 我想打破大家對XX的幻想 其實打了工作也很難維持生活 通常這一類的part time的薪金 都是最低工資 甚至是有可能比最低工資更加低 韓國大學exchange有什麼要注意? 喂? 大家好,我是Hee Jay 剛剛做完整天晚上回到家 現在是凌晨的12時47分 就叫了... 宵夜 就打算不要浪費了這個妝 就一邊吃宵夜一邊回答 之前在IG收集大家對韓國大學生活的一些幻想 或者是Assumption 就是我這個即將回答入居韓第四年的... 路士忽 來解答一下 到底現實中是不是真的這樣 今天很少餓 第一餐是一點吃 之後都已經沒有吃過任何東西了 我就是叫這個... Cream 黑松露的Bubuki 它真的一開就很香 很大股黑松露的味道 它是長條型的年糕 然後裡面有... 腸仔 Bacon 蛋 魚膏 然後另外還叫了一個... 它是有一條很長的Kimari 蕃薯 辣椒 魚膏 餃子 吃了 好像ASMR一樣 第一樣最多人說的就是... 起床到睡覺都會喝咖啡 這個是真的 真的 比起香港 韓國的咖啡店 無論是選擇上面 或者是咖啡店的數量來講 都真的多很多 真的好像便利店一樣 限量會有一間 而且... 便宜起來的時候 可能跟一瓶水差不多 就是7元 或者是... 十幾元以內 就變成很多韓國人 都會有一個習慣 吃完飯 就去買一杯咖啡 這樣 我見過最誇張的人 是真的可以一天喝... 三、四杯? 而且沒有這個失眠的問題 我覺得最厲害的是 有人就說 在大學很少人吃英文 在我們這間大學來講 因為都算是比較出名的 名牌大學 所以其實... 懂得英文的人 是比想像中多很多的 在大學裡面 有很多都是... 本身高中已經是讀英文的中學 或者是International School 然後有些可能是在外國回來 所以... 基本上來講 不會是完全不懂 是... 溝通到... 可以日常對話 這樣的程度 韓國的消費很高 其實打了工都很難維持生活 如果你是來讀大學 或者是語學堂 那首先你已經有個學費要交 然後再加上每個月的生活費 但作為剛剛你韓國的留學生 那你語言不通 和沒有認識別人的情況下 你可以選擇的part time 其實真的很少 可能只剩下烤肉店 或者是便利店 但通常這一類的part time 那個人工都是最低工資 甚至是... 有可能比最低工資更加低的 現在韓國的最低工資就是... 由去年的8275W 到現在是9250W 但如果你是經常叫外賣 然後又喜歡去買衣服 買護膚品 買化妝品 這樣一個月的支出 可能真的會不及你的收入 那麼多 所以我覺得大家都要注意一下 不要用旅行的心態 覺得... 哇...這裡的衣服很便宜 或者這裡的化妝品 這樣來讀書 如果不是 可能會有點難 去維持你留學的時候的生活 那group project呢 我想打破大家對group project的幻想就是... 大家看韓劇會分配到同一組 然後那幾個人就變得很熟 一起吃飯 一起去cafe那裡開會 其實在現實生活中 做group project 會做到變成friend 的情況是很少的 Business 就出來開會 開完會就OK So I trust me 然後就走 在group chat那裡 都只會說 關於那個project的事情 很少就會私下再去聊天 或者了解大家 通常就是做完這個project 應該說完結束了 基本上就不會再有聯絡 所以大家在韓劇裡面看到那些 就真的 很少很少的情況才會出現 我覺得韓國 到處都是情侶 很嚮往這個校園戀愛 就是他們口中所說的CC 就是campus couple 那我覺得韓國 都真的很多人拍拖的 真的你出街 到處都是一批批情侶 我聽說就是 他們會覺得 是需要多拍幾次拖 我才會真的知道自己是喜歡 什麼類型的人 還有覺得拍拖也是需要練習的 我聽過不止一個韓國人的朋友這樣說 他們不是同一時間 一腳踏兩船 但只是他們 不會說 一和這個人拍拖 就會想到結婚 生孩子 以後的事情 就是比較為開心的感覺 所以他們很多拍拖 是想要一個人陪 因為不用想那麼長遠 所以就比較輕鬆一點 就可以開始一段戀情 所以就好像很多人都在拍拖 至於CC 我不知道大家都不會有這種fantasy 但是我身邊 所有小CC的朋友 都是說千萬不要試 雖然好像很沒有說服力 但是 都是真的 就是看他們分手之後 那個情況都有點尷尬 因為始終跟一間學校 很多是同一個科 有很多Mutual Friends 然後一分手之後 就是那些朋友 會好像要選邊站 就是幫他又不是幫他又不是 因為兩邊都是朋友 因為那群情侶分了手 令到本身一起玩的那個Squad 拆散的情況都有很多 就是他們都說過程是開心的 但是如果真的是分手的下場的話 就變成手尾有點搶 很多時候就會是其中一方去休學 然後去避開大家 就是這樣 大學很多Clubs and Society 還有很多活動 COVID之後就基本上全部取消了 在COVID之前 我也有參加過一個Society 就是旅行的Club 他們就是每個月都會選一次少少的旅行 就是可能去一些近郊的地方 如果是放長一點的隔 就可能去釋州島 這些比較遠一點的地方 那我開始覺得挺有趣 所以就跟朋友一起加入了 這樣 雖然我之後也沒什麼參加他們 搞的旅行 但是我有看他們的照片 夏天是去一些溪邊 然後可能兩天一夜 三天兩夜 一班人這樣去玩 那在韓國的大學 我也覺得是有幾多各種各樣 很不同的Clubs 就好像有一個Board Club 就是關於那些Snowboard Skateboard 所有跟板有關的運動Clubs 然後還有一些宗教 Bang 唱歌 跳舞 那除了Clubs and Society之外 大康的確是有很多活動 例如是校慶 以及一些定期的表演 所以我想要遲些 大家來Exchange 或者來到韓國大學的時候 真的會有很多各種各樣不同的活動 可以參加 韓國大學Exchange有什麼要注意 我今天有兩三個朋友 都來了韓國Exchange 第一凌晨1點半 我看看他們聽不聽電話 先問問一下 你也真的超搞笑的 對 你覺得你來之前 有什麼準備會好些 或者來到之後 有沒有發現 跟你想像中有什麼出入 那些人 全部他們的學校 都很討論到來 例如說 要做FISA 那些資料 或者什麼 那時候有隔離的設施 那些通知 或者資訊類的東西 他會很遲才跟你說 ARC 你知道會做很久 但是他會 可能你來到之後 兩三個禮拜 他才會發一些東西給你 那你到時候先做 就會很像VN 那麼遲才能收到 對 類似文件類的東西 學校會不會很遲給你 或者很遲跟你說要做 所以就要自己尋找 最後 那你那時候是怎樣 就是你一來就預約好 那樣 因為應該是要來了 才能預約到 對 對 所以一來就馬上自己做 沒有等學校幫你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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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經學校幫你做 還有沒有什麼 我來之前 我老婆要來這裡做些文 我好像有點迷惑 因為我們來這裡 不是每個都可以想到很久 因為知道有些朋友 就在樓四個月 嗯嗯 可能來到這裡 過了一個月 很開心 然後就不知道要做什麼 但是只是三個月 這樣 所以可能來之前 有些什麼你想做到 因為通常人們是交換 所以想有成長 或者有改變 嗯嗯嗯 整容 但是 我包了 其實獨立一點的 或者是我想要 懂多些東西的話 我願意識韓文 就是一些比較 實際一點的 嗯嗯 嗯嗯嗯 real 我幫你 Huum 幫你幹 potential 夠了吧 夠呀夠呀 夠了夠了 夠了 各位 喂 PORMAN 你的 Чoppily 為 unknowns 認識別人 對呀 因為有你自己一個 然後沒有醫 但還是沒有學 一定要主要認識朋友 然後他們幫你戴好吧 你會不會建議他們來之前都先學好一點 你覺得有沒有這個需要 我來之前一個月就每個星期兩堂上過韓文課 其實冰石那些Full Cap都學過了 從香港到來其實基本上都可以跟的士叔叔聊天 聽得懂你告訴你 你要建議這樣 OKOK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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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瘋狂喝酒 經常去喝酒 野生活很豐富 九個月來一定是認識到 韓國人 經常都會見到藝人 我遇過的藝人有 金秀賢 到底MT是不是真的這麼好玩 基本上所有我認識的Yirmae都休閒 在韓國 Rack4其實真的是一個戰爭 身邊會有很多英俊美女 我覺得這是一個挺大的問題 但是暫時沒有一個解決方法